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3日 今天看到凤凰网有两篇文章 讲到这个扬州 也就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 现在这个中纪委的网站 和江苏省的网站 已经发布了通知 对当地的领导干部 就是对防疫工作不认真 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给予处理 什么处理 不外乎是给主管的一个副市长 扬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一个副市长 他是防疫工作的副总指挥 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 也就是说总指挥是书记 书记没事 扬州市委书记没事 市长没事 副市长有事 还有一个副市长 给了是积大过的处分 叫于挺 还有叫前锋的 给他是去委书记 给了他是党内的警告处分 免职 就免去去委书记 给官彻了 你再看下一个 朱勇 扬州市广陵去委书记 给了什么处分 免职的处分 这就是总共积权统治下官本位的社会 官官相护 敷衍了事 象征性的处罚一下就完事了 不疼不痒的 你说你警告他有什么用 积大过有什么用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封建社会这一套 行不上大夫 离不下数人 当官的一般不惩罚 只要你不是对立派的 他不找毛病 这些扬州的 我估计都是不是都是 现在这个 这个上级比较满意的干部 能吹捧习近平的 运续派马的 这个做得都不错的官员 这一次是出了大事了 就是江苏 这个扬州 这一次这个疫情扩散非常厉害 也就德尔塔 蔓延了 这个造成的这个气氛非常紧张 上面不得不处理 但是你看 他对当官这么这么轻松 你看他对老百姓 是怎么处理老百姓 老百姓只要犯了法 又往死里整 你看今天疯狂往另一条消息 讲到什么呢 讲到一个毛老太 个姓毛的老太太 8月13号 说是网传扬州本轮疫情 确诊病例 毛老太 这个出院了 他说为什么出院 他被抓了 被法院带走了 前一段时间 为什么给他抓了 就因为他传播了这个疾病啊 说截止到8月6号江苏省此轮 这个累积冠状病毒 确诊本土病例 220例 共有高风险地区 一个中风险44个 说这个一号病从哪里来呢 这个一号病就是大名鼎鼎的这个毛老太 说毛老太啊 先没事 后就打牌 老年人到了晚年 不都是没什么事聚在一起 叽叽嘎嘎的 打打牌 消磨死尖吧 是吧 因为他们都属于闺蜜嘛 女人都喜欢庆宿 和倾听 是吧 整天聚到一起 叨叨叨叨叨 他们这样高兴 心情快乐 尤其是到了棋牌室 坐一坐 那显得挺高雅的 是吧 就毛老太 他是怎么回事呢 叫毛沐沐 毛沐沐宁 64岁 这比我还小呢 是吧 也不能说老太太了 就是说年纪大了 长者 户籍是南京市秦淮区 居住在江宁 路口街道一个社区 720号 这是南京路口国际机场 首次发现了这个 这个核酸检测的样品 阳性 7月21号 这个南京路口机场附近 基本上就开始 禁止娱乐活动了 也就是棋牌室都关闭了 这有张图片呢 有的人真把这个 把这个棋牌室都找到了 叫红远棋牌 毛老太就到这里来玩 玩出事来了 说是这个 他到了棋牌来打牌 按照上面的规定 说是发现病毒 都在家居家隔离 不许出去 他非要出去 就7月20号 21号开始 闲不住的毛老太 想方设法 就离开了南京 到了扬州的姐姐家 之后他频繁出入 各种聚会场合 在麻将馆就开打了 棋牌室 娱乐馆 整天玩 玩嗨了 又不戴口罩 这下窜开了 就由于他去 8月3号 扬州市公安局 就把他给抓了 立案侦查 这个说的还分析毛老太 一共 这个传播这个疾病 有五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 是7月21号 从南京 来到了扬州 就带来了病毒 那么在住的他姐姐家 他姐姐70岁 你说他来了 他姐姐也不能不接待 说是 姐妹俩们都热闹 就倒倒倒的 然后一块儿玩 这一玩儿 传播开了 他讲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时间点 是7月27号到 21号到25号 这五天时间 这个毛老太 每一天都到 这个棋牌室去打牌 一带就好几个小时 也不戴口罩 还去周边的饭店 诊所 农贸司厂 菜司厂 从来也不戴口罩 把这个疾病传开了 第三个时间点 是7月27号 毛老太就开始咳嗽了 发烧 自行到友谊医院去就诊 通过这个细节 你发现 他不是友谊的 不是友谊 应该主观上 不是故意的 不应当是看犯罪 就能过错吧 批评就完事了 你看 中共对老百姓犯了法 往私底整了 不犯法 才给你整个法 你看当官的 当官的 应该是犯罪了 对不对 在你管辖的 敌群怎么管的 是不是 没有责任吗 你看都是一个 既过警告 就像那个 苍蝇钉着 这个蹬了一腿似的 是吧 根本都没事 你看老百姓就开始 心思动众 真爪呀 把这毛老太抓了 毛老太 拿着别人的绿码 蒙混到医院检查 他能蒙混过去 就证明检查 那个 执法那个人 不严格吧 对不对 这个你怨老太 你怨那个工作人员 说拿着别人卡 他怎么能绿码呢 能对上号吧 你就可以看着 这管理出了问题吧 也归罪这老太了 说这老太到医院去 住在医院里 不能回家了 这个老太确实有问题 7月28号 核酸检测 是阳性 经扬州市疾控中心 符合给阳性 当日转到了南京 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了 据悉这个面对警察的询问 这个老太还不诚实 撒谎啊 毛老太拒绝说出 回扬州的行程 就没有告诉他 去了扬州了 你就这麻烦大了 第五个时间点 7月29号 扬州公安局决定 对这个毛老太 以涉嫌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立案政策了 那么他拒捕配合 结果呢 全副武装的警察 把他拿下 送到这个医院去了 把他送到这个 还没有送到看守所 估计治好了以后 说是给送看守所 丰康网介绍这个情况 他说 那么像他这种情况 算不算犯法 是犯法 他说是刑法呀 330条规定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引起假论传染病传播 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 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拒疫 后果特别严重的 出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么这篇文章就讲了 说是对这个毛老太啊 这个要严惩 说不能因为他年龄大了 年龄不是逃避 刑法责任的依据和先天条件 说是刑法规定 满75周岁的才能叫 才能重新处罚 他这还不算 将来肯定要坐牢 就这个意思 你想一想吧 对这个毛老太这是 叫秉公之法吧 我认为这个也不合适 为什么呢 他前一半部分呢 他不知道他自己患病了 他只能从知道以后 那个主观上故意 那个才算叫这个犯罪 对不对 涉嫌犯罪 即使涉嫌犯罪的话 也应当对他就是 实当的判刑 别还没判 就别都登到网上去了 还说要严惩啊 还说他不是75岁 该怎么办怎么办 这一看就是什么呢 中国这个法律是两个方向 对的干部啊 亲啊 甚至不判 对老百姓重 要要我看 这个扬州的市长 副市长都给你抓起来 最起码判十年以上 为什么 在你主导下的 这个工作就干到这个程度 要你去过来干什么 是不是 这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习近平领导下 这一党执政就是这样啊 互相都护着 表面假装啊 这个说你防疫不力 给你个处分警告 警告有什么用 就是在档案记一条吧 然后给他换个定了 又当官了啊 最终的刑法是有两个 罐没了 罐没了 他到别人再当官 是吧 反正他这个 在位的时候 钱也没少谈 他可以干别的呗 所以说你就看 就欺负老百姓啊 把这毛老太 这个豪顿整啊 不仅整 而且媒体还报道这个毛老太 这个住在什么地方 整个这个犯罪情节 都讲得非常的 这个严重啊 给我的感觉搞不好 给这个毛老太 最起码还在判个三年左右啊 你想他都64岁了 你说这么大年龄 这个也找这么一个事 是吧 当然他肯定做的不对了 既然 身体发现是有病了 就马上就停止 不能到处走了 走了穿给别人 就不是确实是做错了 但是在这之前 他主观上不是故意的 对不对 犯罪是指 你主观上是故意的 你想得定他有罪啊 所以而且 法院没判之前 别在网上 先给人就写成罪犯的 说把这毛老太 写得很坏 其实不坏 就是平常老太太的 到了晚年了 可能也有两钱 有个固定退休工作也有了 一时也无有 整天就打牌玩了 消磨事件坐不住 就是有这种人呢 就是耐不住寂寞 就我自己的一做都能做一天 有些人就是耐不 耐不住寂寞 今天到这 你能到那个 整天忙活啊 就是忙活命啊 这是没有办法 但这个是性格问题 不能说是犯罪 是不是 所以你就看这两起案件啊 对当官的和对群众不一样 让我看了就生气 我觉得共产党这个法律 完全是啊 就是为老百姓制定的 这不是惩罚老百姓的 他们自己出了事 一点责任没有 你就像这个武汉肺炎 发生这事 要追究习近平的责任 必须下台 你为什么在春节团拜会的时候 不讲武汉这事 直直不提 还成为大领袖的 你应该立即辞职 应当法律 应当严惩 是不是啊 那么今天呢 海外其他节目 这个小单人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下期再见